口干 眼干 皮肤干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 把自己的这个脚上放两个冰块 中医大家王琪推荐养生食材经典名方 更有经典穴位来帮忙 点揉这个穴位的话 最终的精气特别是肾阴 有着很好的滋养的作用 为阴虚体质量身定制养生立方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九种体质当中的阳虚体质 它们是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怎么样去调整 你还记得吗 阳虚体质 它最关键的一个症状 就是怕冷 怎么调节呢 王老师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就可以用生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第二种 那就是阴虚了 阴虚体质 那么阴虚体质又是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怎么样去调整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著名的中医专家 体质养生学说的创始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岐教授 欢迎您王教授 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阳虚体质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阴虚体质了 您见过就是特别严重的阴虚体质的病人 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很特殊 它只留一大瓶水 我说你看什么病啊 他说我看喝水比较多 我听你要喝水 我说你个病人来找我看喝水多的事情 我就觉得 我说你怎么喝呢 他说我一贴就像这个瓶 大概米瓶大概我觉得它有1500毫升 1500毫升就是得三瓶矿泉水 是吧 他一听要喝这个两瓶到三瓶 我的天哪 这太能喝了吧 对呀 就不知道水喝到哪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大病干 油 就是这个大病老是解不下来 然后很干燥 有的是个两天才能解一次 或者三天才能解一次 而且解的大病都很 都很拼干 而且解起来很不容易 那这病人太奇怪了 有那么能喝水 然后回头那大便还干 那就是对于阴虚病人来说 他们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 缺水 缺水 就像一个干旱的土地一样 什么多的水加进去都没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王教授 带领我们做一个测试 做完这个测试之后呢 您就知道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应许体质了 来一听王教授 我们来看看这个 你感到身体碾上发热吗 这个人就跟我说了 他说 哎呀 王老师 我这个身上像一托火 我心里话也这么凶 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恨不得弄两个冰块 把自己的这个脚上放两个冰块 把自己给护上 要不然我这个脚就没地方割 我跟您说 我遇到一个病人 是吧 他特别有意思 他那个睡觉 他住的是宿舍 这个宿舍是地下室 就半地下室那种宿舍 就是他晚上值班 然后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个单人床 然后我就光着脚 我的脚那边有个暖气 暖气管子 暖气管子 你想在地下 半地下的情况下多凉 又不是冬天 把那个脚心要放到这个暖气管子 冰凉冰凉的暖气管子上 他觉得可舒服 那就是即便是在很冷的外界环境下 他依然会身上和脸上发热 然后呢 你手心容易出汗吗 第二条 你手心容易出汗吗 你比如说一个正常情况下 你牢骚了以后 你运动了以后 你出汗是个正常的 他那个出汗 手心出汗 手心也热 手心是手心也热 我们中意叫它五心热 五心就是手心脚心 对吧 你这个 还有心口这些地方都很热 所以 冒火 热的话 还是在这个热的情况下 出汗 好 咱们再往下看 你皮肤和口唇干吗 第三条 你的皮肤和口唇干吗 对 你皮肤是个干粒的一道一道的一道一道的很离开来的 很干 对 就是你不喜欢夏天 喜欢冬天 因为夏天是热嘛 对吧 所以他就是能与智能是相适应的 嗯 所以这种热的人 就是阴虚累累的人 你外界的气温又高 所以他就不喜欢 上往下 你大病密集或者干燥 接大病的时候就特别困难 缺少精益的鲁润 所以他大病的时候就特别是很难把大病排出来 往下 你眼睛感到干涩吗 眼球这个地方 如果由于你干眼了 所以这个水分不足了 所以他老是要通过一个扎 这个眼睛不断地来扎眼 他能够来滚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 要不然他很难受 所以他眼睛也很干 所以第六条就是你感觉到眼睛干涩吗 嗯 干涩 嗯 这就是你感到可干阴灶 嗯 总想喝水嘛 对吧 这七条当中好像凸显的就是干和热 对 对 那这七条当中符合几条 就是可以判断自己是阴虚体质呢 一般也得有个五条吧 嗯 在我们这个现场呢 还有几位嘉宾正在背后等着我们 咱们也去看看 这些人当中到底哪些是明显的阴虚体质 好 来看一下 那刚才王教授介绍了说这个阴虚体质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缺水了 对啊 阴也不足吗 阴也不足 那我们找一找在这里边 哪一个是呢 缺水那就是补水了 哎呦 那就是这个吧 对吧 这个喝水的人 刚才我记得王教授说不是好多阴虚的人 他就带着大水壶经常喝水吗 这个对吗 恭喜你答对了 真的太好了 根据王岐老师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阴虚体质的主要表现是 手心脚心发热 口干 眼干 皮肤干 便秘 大便干 特别爱喝水 同时还心烦急躁爱发火 您是否也有这些表现呢 这些症状都是由于人体的阴液不足造成的 那么怎样才能够补充阴液呢 接下来王岐教授就将为我们推荐简单一行的食疗方法和经典药方 精彩不容错过 你说阴虚的人每天都是生活在这个小火炉里 那咱得给他灭灭火 生活当中哪些食疗的办法能够调整阴虚 我这里给你介绍一种食物 好 我心里来给大家看看 这应该是那个 这个你也认识 大家都认识 是吗 经常做吃菜的时候也会吃到 北河吧 这是北河 这个北河这个食品它是这样 就是清热润肺 然后养阴 如果你是一个深北河 你看这个北河一个什么特点吗 一个是它这个油的不是那种白得不得了的那种 如果说特别白 你就要考虑它是不是给硫磺熏过了 那闻到了有一股硫磺的刺激的味道 这个还挺清香的 这是挺香的 它这个就是不是特别白 但是它是有基本上是鲁白的那种对吧 对一种浅黄的 这地比较脆 你看质地比较脆 是吧 质地比较脆 这个质地比较脆吧 这就是好百合 那边闻到有一股清香 如果说你这个北河拿到手上以后 这个锈斑特别多 要考虑它有腐烂 就是一种腐折的气味 你就不能用 就上面有那些斑斑点点的 对对对 就说明它可能不是特别新鲜了 对对对对 如果是一个深北河 我建议你是用清水 清天晚上泡一碗 明天早上起来 然后它就有很多的泡沫 把那个泡沫给去了 然后用这个清水 你凉拌吃也行 你把它煮了吃也行 它的功效是一样的 功效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晚上不怎么吃饭 就是少吃一点鼻的东西 把这个北河 30克到50克之间熬汤喝 你就能晚上就能睡好觉 真的 北河嘛 它有一个抑合的作用 安身的作用 呦 这个好啊 这可以替代牛奶了 睡前喝点这个百合水 就是睡觉不好的人 应虚的人 就喝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病方 百合水有利于助眠 安身 好 然后那除了这个百合之外呢 还有哪些比较好吃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用来调整应虚体质 有一个叫虚羹汤 虚羹汤是什么呢 是清朝的一个医生 叫王孟英的房子 它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鼻气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海浊 这一个是水果 一个是海产品 这俩有什么作用 它这个两个东西呢 就是清朝养殷通病 它本来是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它本来是用于一种 比如说你发烧了 或者你这个应虚的人 也有一种是由于发烧的时候 长期不退引起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方子就用这个海浊 把这个海浊飘进了 飘进了以后 海浊要多少次的洗 洗完了以后 它才能把这个泥沙去掉 然后呢 海浊一百克左右 再加上呢 比起一百五十克左右 然后再把两个东西呢 煮成一个汤 咱们实际上呢 是新竹笔起 然后把海浊再放进去 我呢 也给它加了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银耳进去 银耳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知音的食品嘛 它也可以知音啊 认飞啊 认灶啊 这么 如果你得加一百克银耳放进去 我们就把它叫做银耳去跟汤了 针对音虚体质的朋友 王岐老师推荐了常见的食材 百合 百合滋阴润肺 阴虚体质的人可以经常使用 银耳血羹汤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滋补佳品 用笔器 海浊 银耳顿煮而成 长期使用能够有效改善阴虚体质 接下来 王岐教授还将为阴虚症状比较严重的朋友 推荐经典名方 陈凯博士也将介绍简单医学的穴位按摩方法 不要走开 精彩技术 我要是想调整这个音虚体质 病得特别严重的病人 用一些什么样的中程药比较好 我们昨天说阳虚的时候不是说精彩胜气丸吗 对 精彩胜气丸里不是八味药吗 就是有八味药 现在如果把这个吃掉的两味药 这叫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 这个好多人都在吃 这个是能调整阴虚的吗 六味地黄丸肯定对阴虚是有作用的 其实这个讲到六味地黄丸 我们现在其实相对于我们昨天说的金贵肾气丸来讲 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更知道这个六味地黄丸 对 但其实六味地黄丸出现的比金贵肾气丸要晚 对 他是宋代的时候 有个著名的医生叫钱宜 他是一个小儿 他是一个儿科的医生 大医师 而且他很有意思 他治好了当时的长公主的孩子的病 所以就被进入 请到这个太医院里去了 说你做太医 可是别的太医都是家传 说几倍都是太医 就他自己算草根医生 民间的医生 所以人家有点看不起他 结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就拿了一个方子 说你看 你怎么开了这个六味药 实际上是应该开这个金贵肾气丸 八味 因为金贵肾气丸又有一个名字叫八味肾气丸 说你看你连这方子都不会 少开两味药 你给他补什么 结果他说不对 他说我开的药是给小孩吃的 小孩叫治阳之体 阳气旺盛 所以就去掉了肉桂 去掉了父子这种比较温热的药 我们单独用这六味药 就是体版上写的这六味药 说这六味药搭配起来很有意思 三补三血 补什么呢 你看熟地它是资肾音的 这个山猪鱼是资肝音的 山药是资脾音的 这三者是肝脾肾三音 全补了 全补了 但是怕补而自腻 所以我们卸一下 就是预防一下 所以用择蟹来卸肾灼 用茯苓来淡皮湿 然后用单皮来卸肝火 原来这六味地黄丸 真正的作用 是为了补阴虚的身体调整的 我知道好多人现在都在吃 这六味地黄丸 是为了补肾 那这样就是不根据自己体质吃的话 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 所以现在我也觉得一个机会 现在里面看来人家送你 就由于带着那个礼 就是六味地黄丸 其实实际上还要回到你刚才说 假如你这个阳虚的人 你来吃这个六味地黄 那肯定就不对了 所以现在要防止一种 难用六味地黄丸 我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都把它打为一个补品来吃 那实际上它就是补阴的 对 那其他要是不是这个体质的人 如果有人吃了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其他的好多的补药 如果你吃的不对 你就不行 就像我们刚才 今天讲阴虚 对吧 我们假如说是 我们明天讲气虚 讲气虚的人 我们肯定要给他讲人参 如果这个人参 你特别是那个红参 你给他来吃 给阴虚的人吃 它叫可干 鼻少流鼻洗 血压升高 这一大堆温热的生活的这种副作用 就会出去 叫人参 这个叫人参综合参 那所以就是补 是不能够随便补的 要看清自己的体质 是不是应许体质 要真是这个应许体质的人 才适合吃六味地黄丸 这是最好的一味调整的药 对 那除了我们提到的食疗 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药方 那我们再就是比如说 中医其他的调理方面 还有哪些好的办法 如果你不是特别的熟悉自己的体质情况 怕出现过度自腻的这种副作用 那么我推荐使用我们身体当中的六味地黄丸 身体里带了好多药丸 咱们来认识一下体内的六味地黄丸 在我们的脚的内侧 就是足的内侧 我们找到这个凸起的骨头 这个凸起的骨头 我举起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凸起的骨头 叫做足内怀 对 足内怀 这个最高的点 和我们脚跟 就是跟腱的后缘之间 我们取它的终点 好 就是在足内怀的后方这个凹陷的位置 叫做钛锡 钛锡 钛就是大加一点 锡是吸水的锡 它的作用是 这是肾经圆穴 圆就是本圆的意思 也就是说肾的精气 从这个位置能够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点柔这个穴位的话 对肾中的精气 特别是肾阴 有着很好的滋养的作用 而且它没有补而自逆的这样的副作用 所以做多少馅 什么时候做 什么类型的人做 其实都可以 而且那个吸就带一个三点水 吸水 对 是不是就是体内要是缺水 然后就按这个体内能补水的穴 对 而且不是补一点水 是补大大的水 太吸 就是太多的吸水 这个好记 名字也好记 位置也好找 那王老师 特别想听听你有什么好办法 怎么说呢 你们知道这个活字怎么写吗 活 生活的活 就是一个三点水 然后加一个舌头和舌 三点水加 为什么是这样呢 舌头是可以生水的 就是那 它都跟舌头一关 对于殷虚的人来说 它嘴巴已经没有唾液了 怎么生出来了呢 我教你方法 你现在就可以跟我学着做 你把这个舌尖翘起来 放到你这个上额的部分 然后呢 你不断地搅动它 我们搅动一分钟 你现在你开始 我们把舌头鸣出来 就是在那个上额上画圈 画圈 画圈 你就这么不断地搅动 嗯 嗯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嗯 发生变化了 口水多了 你现在要把有兔毛要印下去吧 对对对 要不然你再弄下去 这个兔毛都要跑出来了 对 它就是生经的部分 还真是 这个方法太有效了 我在这了 这么一小会儿 古人把这个吞经 找为一个养生的方法 嗯 就是念经 就是他这个自己 再用一种吞经的方法 下印到 下印到丹田里面去 他把它沉下去 你不断地在做这个动作 他就不断地有精液分泌出来 这个精液是自己的 这个不是喝出来的水 这是好东西 为什么说是好东西呢 你看我们的人都二脉 你看人脉就是阴脉之海 都脉叫阳脉之海 这两条脉呢 你看都脉从这走到哪 走到上崖 上齿银 就是在上额的这个部位 而人脉呢 中指在下边 下部颗这个地方 这两条经脉 中指的这个部位 是我们的口腔 一上一下 断了吗 这不是 对 一张嘴就断了 它其实经脉的环绕 有口唇有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用舌尖 顶住上额 上下搅动的话 就会把都脉当中的精气 化身为阴液 留存下来 然后在 咽下去的过程当中 就流入到 人脉当中 沟通阴阳 就是舌尖顶住上额 这一个小小画圈的动作 就让我们人体阴阳相连 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回路了 就是咱们武侠小说里说的 打通人都二脉 哎呦那不用别人打通啊 我们自己就是顶一下上额 就自己打通了 是 我们常见的六味地黄丸 是调整殷虚体质最好的经典名方 殷虚严重的朋友可以长期服用 而我们身体中的六味地黄丸 则是位于足怀后方的太息学 长期暗柔也能滋补肾音 炼液吞筋是古人的养生秘方 只需用舌尖顶住上额轻轻搅动 就能补充肌液 有效改善依需体质 这么多的养生诀窍 您也赶紧尝试 好 关于依需体质呢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感谢两位 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为您介绍另外一种体质 广告之后呢 是精彩的节目表示 期待您的视频收看 长斑 面色晦暗 身上莫名疼痛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 出现了很大的一块黑黑的斑块 中医大家王琪推荐养生食材 经典名方 山拉局率是一个建许体质的 好的食物 更有经典穴位来帮忙 闷热刺激它 它这个行血脱血 为血淤体质量身定制养生秘方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